大家好,欢迎来到国风剧场 浪姐三成团夜终于结束了 前十名胜利席位的姐姐正如之前我们猜测的那样 没有什么意外,除了吴景言 前面两季的姐姐成团名额在比赛之前都会有猜测和争议 这一次第三季浪姐不同,没有任何悬念 毕竟28位姐姐选10位 比起之前的30选期,赛制上显得宽松很多 浪姐三的决赛夜歌单是这样 每一个队伍都有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 这一次从歌曲上对于每个队伍都是公平的 从队伍人数上来说,郑秀妍队伍少一个人 从人气整体分配上来说 王心灵组第一,谭维维组第二,郑秀妍组第三也已经成为事实 成团夜,最终在所有公演的人气军之下 王心灵成为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三季冠军 人气和情怀放在那里 第一名当之无愧 第二名的郑秀妍 一直也都是队长的身份 唱跳能力佳,人气高,人也好 成为第二名也不意外 第三名于文文,是出人意料的 于文文基本上人气排在第七名 当然一路公演下来人气是越来越高 喜欢她的人也越来越多 出道的所有姐姐里面 于文文也是在这个节目中收获最大的 在没参加这个节目之前 很多人知道的于文文就是前任三合体面 没有人知道于文文会唱可以跳舞 还会那么多乐器 在浪姐三个舞台上于文文一路失利 但却一路的舞台都被观众记住 尽管每次战绩都差强人意 但是她的一领一笑 以及她的才华和能力 她的重情重义却让观众记在心中 她是节目最硬核的姐姐 也是在浪姐三舞台上 最凸显被节目镜头呈现捧出来的姐姐 而谭维维获得了一个最佳队长的荣誉 就好像之前极客俊逸获得了一个单独的荣誉奖杯 这个设计让观众看住难免有点多余 可能是因为谭维维最终没能进入前三名 所以设计了这样一个奖吧 其实如果这个奖是诚心设计的 更适合郑秀妍和于文文 郑秀妍是专业唱跳选手 给队伍里的姐姐们都进行专业的指导 最佳队长无疑 于文文当队长有多么的尽职尽责 照顾队员情绪 相比谭维维而言 于文文更辛苦 更用心 也是最佳队长人选 所以节目的这个设计 好像不是为了这个最佳队长称号 而是给谭维维设计一个什么奖 总决赛成款业 最终时期进食的姐姐是 第一名王心灵 第二名郑秀妍 第三名于文文 最佳队长谭维维 剩下阿娇 阿萨 薛凯奇 郭彩杰 张天爱 唐诗意 你们对这个结果满意吗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